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后悔并非一个太正面的词 后悔代表自己觉得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 不太满意 后悔也代表有所遗憾 后悔对一个人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完满的意思 那后悔如果是指上帝的心情 又代表怎样的意义呢 虽然原则上来说 正如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所言 上帝不像人一样 上帝不说谎也不后悔 但是圣经中确实数次说到上帝后悔了 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说到 上帝后悔创造人类 因为人类如此罪恶 然而圣经中记载上帝后悔最多的是 上帝后悔不将所预备的灾祸 降在人的身上 包括撒下二四章十六节 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三节 阿摩斯书七章三节 所以诗篇说上帝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五节的B 上帝最多的后悔带着极深的怜悯 带着格外的慈爱 这实在是表达上帝的宽容 圣经的作者提醒我们 原本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 犯罪受罚受审判犯错受处罚 本是理所当然 但是若是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标准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根本站立不住 我们根本无法存活 因此上帝常常用格外的 多出来的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下来 让我们也有后悔跟悔改的机会 所以先知送赞上帝的慈爱与宽容 上帝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将所说得在 留下于佛 愿我们在称颂上帝的后悔 上帝那比生命更好的慈爱的时候 也懂得自己后悔 后悔自己所犯的罪 并因此深刻悔改 在上帝的宽容中重新出发 领受新生的样式成为心脏